左宗棠晚清最后一块硬骨头 用我们新疆话说 那就是唠盗 那么左宗棠到底有多厉害 他为啥要收复新疆呢 当年新疆呀 多地发生动荡 谁都想当王 比较厉害的呢 就是这个阿古白 都快把咱新疆呀 都快被他祸祸完了 蜻蜓呢 也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蜻蜓自个都是一头糟呀 雇了这个吧 雇不了那个 就在这个时候 俄国和英国都伸出了魔爪 这颗把左宗棠给击坏了 因为他很明白 新疆是一个重要的屏障 必须保住新疆 棺材一台 谁都不耳式 那就是撸起袖子大干一场呀 哎 人这刚准备启程 东南沿海又出事了 李鸿章就提议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解决东南沿海这事 所有大臣也都倒向了李鸿章 只有左宗棠一个人呀 为了能出众新疆 跟人吵得面红而吃 能想象到当时的左宗棠 得有多无助 他上奏了一封万言书 上面写了新疆的重要性 就跟清廷说 我们为什么要收复新疆 新疆对我们来说得多重要啊 这才使得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 这个呢 就是海防和赛防之争 好了 开始准备安心打仗吧 但是打仗得需要钱呀 得需要银子呀 路费武器 这不都得花钱吗 清朝呢 是给拨了些款 关键啊 当时清朝也真是没啥钱了 给了五百万两 已经很不错了 左宗棠一算 这也不够呀 这就开始梯里狂浪 自己想办法筹钱 拿出来自己的家当 还到处借 这才终于凑齐了钱 准备出发 1876年 左宗棠64岁高龄呀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他就收复了出伊犁以外 所有的新疆土地 把阿古百军队按在地上摩擦 分分钟让他拜拜 好了 就剩伊犁了 左宗棠也知道 这是最难堪的硬骨头 刚准备大干一场 好嘛 这时候电视剧般的情节就来了 是的 意外来了 金政府不想得罪沙额呀 想靠谈判收复伊犁 你听 多可笑 是吧 左宗棠想 我左宗棠在前面 抬着棺材 嘎嘎给你拼命 你就让我在这收 啥 还想要通过谈判收回伊犁 你这是在做梦的吧 行 那你们谈吧 结果还给我谈崩了 谈进去了 把伊犁谈走了 唉 这真是让左宗棠无语了 行了 啥也不说 左宗棠直接赶 想你这谈的啥呀 这是 直接警告俄国 赶紧给我还过来啊 否则 你懂得 沙额听说这次出征的是左宗棠 也怕了 灰溜溜的找到清政府 说 唉 要不咱们重新谈判 嗯 这谈是谈了 但是呢 签订了一些条约 清政府答应赔款 沙额答应归还伊犁 没办法 事情已成定局 左宗棠也很无奈 就返回了 这才让沙额终于归还了伊犁大部分的土地 左宗棠对新疆的感情也是非常的深 也想大力的发展新疆 所以他强烈建议朝廷在新疆赶紧设审 为了说服朝廷建设新疆 左宗棠五次上述 几乎是说破了嘴皮子呀 直到1884年经过筹划 朝廷才终于同意建议了新疆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新疆各族人民都非常尊重左宗棠 是他收复了我国166万平方公里国土 所以提到左宗棠 我们每个新疆人都是很惊讶的 因为他保全了我们脚下这块土地 如果不是他 可能现在新疆还流落在外 有网友的话说 去新疆可能还得办护照 好了 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喜欢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谢谢观看